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用帮你省钱嘛 我决定了啊 先数数 十一个 好 我们差不多人都齐了 就差乔姐嘛 为什么要留两个位子啊 两个就对了 我们有特别嘉宾吗 不知道是谁呢 想知道景乔的事 问通你啊 我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一会儿景乔来了 你们就知道了 我答应他留他自己说 好像有很重要的事 要宣布似的 会开心的 答案来了 哇 他不是吧 你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宫市迟到了 让这么多人等你们呢 这段 你请 好 我们请 没问题 暴冷啊 什么冷 景小姐的男朋友 一直是明医生 上次我帮明医生 拿景小姐的手圈 你想多了 是 昨天他突然牵着景乔进来 连我这个小叔叔也吓了一跳 真是开心事 这小姐你真行啊 快点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不是重点 如何开始才是重点 手出来分享一下啊 先吃个拼盘吧 分享稍微啊 大家分享 来来来 阿明子 你这么快就支持 未来的侄媳妇了 不是侄媳妇 我也支持她 是不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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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师父 怎么你的表情这么感触似的 不要这么八卦 打听了越多 知道越多 表情就越复杂 真的 你喜欢的手型啊 是是是 来来 那个表非常好看 景小姐 你为什么宛住我们明医生啊 你们来了 是啊 因为我之前被人利用得多 所以我现在喜欢跟人来吃饭 朋友嘛 你是不是朋友 居然瞒着我 连我也看不出来 我早就看出来了 景小姐和明医生是一对 你最八卦了 我正式给大家介绍 我女朋友景乔 哦 西文 你真神秘啊 现在才公开 晚上回家 你要写份详细的口供 给我解释啊 我不妨碍你们 逼明医生请吃饭了 拜拜 拜拜 终于见识到你的七人车了 去追你的跑车吧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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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来吃饭 也能碰上西文 我还以为你会跟明医生在一起 我也想 我也想跟个好男人在一起 不过没这个福分 这套呢 我在布拉格买的 开腿应该适合你穿 这套的药子呢 是突尼西亚的 有点扎脖子 你不要介意啊 谢谢你啊 狗老板 要不是上帖惩罚我 连行李也不见了 我这次一定不会 这么唐突找你帮忙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 尽管直说 没有了 差不多了 怎么会呢 金玉其外 怎么可以败续其中呢 部署了 拿着吧 不好意思 拿着 你以为不用还啊 你走的时候呢 不带走一片云彩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 想带半片云彩回来都不行 你不要吓我了 狗老板 这个世界这么沉闷 不孝很难过日子的 谢谢 你爱情道路上 那种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追逐理想的勇气和气魄 我真是深表着佩服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其实我这次跟你戒西装呢 是因为景乔打电话 约我出去见面 我想穿得好看一点去见的 他最近的情况你知道吗 明姑娘跟我提过 他说他现在做了首席设计师 做人做事都独立了很多 这些只是他的工作部分 私人那部分呢 也就是这样 假如 他突然要一个人自己生活 有很多事不习惯的嘛 情绪上也有很多起起落落的 那如果有个人 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服务他 帮帮他 那他可能 可能啊 会突然觉得 不如还是不要等了 试试开拓人生的新阶段吧 我明白 所以我 我不希望他马上会原谅我 只不过我这次能看见他 我希望可以穿得好看一点 不用让他担心 good guy 加拿大人 在网上我是加拿大人 在现实生活里 我叫明世安 是明心安的弟弟 你是明姑娘的弟弟 我在网上认认香港人的时候 我也想不到 后来我们的关系会变得这么复杂 我想知道你这次回香港有什么打算 我回了香港 就是想重新再来 但是不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告诉你 我现在的女朋友就是景桥 当然你不顾一切扔下景桥走了 想不到今天听到我跟他在一起 你反应这么大 这是我跟景桥之间的事 其实我跟景桥之间的关系 没必要跟你说的 但是我知道他约了你见面 所以我想跟你说清楚 是又怎么样 我不想你看见他的时候 再伤他的心 景桥好不容易才能够站起来 我不想你回来再让他不开心 当然我走了是我不对 但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我愿意做任何事来补偿 够了 浪漫不是无价的 每个人都要负上自己的责任 我不希望你不顾他的感受 再伤他一分一毫 你应该想清楚自己想怎么样 才去见他 我想我要怎么做 不是由你来教我 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是景桥的老公 我只是给加拿大人面子 才来跟你聊聊 还有一点我希望你知道 我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由你来告诉我 白斩鸡啊 莲姐知道你喜欢吃特地做的 这是我的最爱啊 蘸酱油一流 外师啊 干嘛拿走一套碗 景桥呢 景桥今天晚上约了艾文 就我们三个人吃 景桥去见艾文 他还有脸见景桥 是景桥主动约他的 但是你知道景桥约他 您不阻止他 起码你也应该陪景桥 去见昊文啊 如果我在场的话呢 可能他们就谈不成了 那怎么说也认识一场 再见也是朋友 这个态度是对的 昊文跟景桥 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 你跟景桥才刚刚开始 感情不是算时间长短的 那倒是 当年景桥跟昊文 这么多年的婚姻 不也让几个月的 Kitty抢走了 我是绝对信任景桥的 我也希望你们支持 我对景桥的信任 那倒是男女之间相处 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我去拿点酱油 这个景桥呢 心底也太好了 什么再见也是朋友 换了是我 我是恨他恨到底 小叔叔 你别假装无情了 好了好了 别说那些了 来 我们开开心心地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你的表情也不要装没事了 拿醋当酱油啊 歇 是吗 在了 还是你点菜吧 那就叫这个二人套餐吧 好吗 不用想了 但是这个套餐 那个招牌炒双翠 有损丝 你会过敏的 要不叫这个 商务套餐吧 麻烦你 要这个商务套餐 好的 谢谢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里面有损丝 你还是这么细心 我习惯了 我还记得静灵不吃凤梨 其实我这次突然回香港 我想你也猜到 我跟凯蒂分手了 在这几个月里 我体会最深的一个道理就是 感情是会变的 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想到香港重新开始 找一份工作 我知道你找过明姑娘 她跟我提过 上次走得那么急 我们这行要这么窄 很容易传出去 如果明姑娘不聘我的话 其他大公司都会质疑我的诚心 不肯再用我 我觉得到今天 明姑娘还认为 你是龙府首席设计师的 最适合人选 我不敢再想龙府了 我回去看看那些小公司 会不会有机会 你觉得明姑娘生了我就不会再聘你 我想明姑娘会有其他因素要考虑的 以你的实力总有老板会欣赏你的 既然你想重新再来 也需要钱的 我有个想法 我想把房子卖了 把钱还给你一部分 不行 这怎么行 这房子你也有份的吗 我只是把你那份还给你 还有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在房子卖出去之前 你可以先搬回来住 那你住哪儿 你不用担心我 我已经找到地方住了 你出去找工作 有个地址会比较方便 我以前那么对你 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帮我 始终缘分一场 你不用跟我客气 就这么决定吧 明医生 明医生 喂 谢谢 干什么 今天样子好像很开心啊 是啊 之前跟你提过 我们会跟电视台呢 合作搞一个节目 叫医生的话 那细节呢 我们谈好了 他们呢 一定要你做主持 啊 世安要上电视这么威风啊 哪个节目啊 电视台每天播出的综合节目 那你每天早上都要录影 很辛苦的 没办法了 这是我们总经理 蓝小姐的推广策略 我只能听她的话呀 那一来可以帮我们天宫 做做宣传嘛 二来呢 我们可以纠正公众 对于整容的谬误 减少他们接受一些 不必要的治疗和手术 你不用帮静灵说话 我没说不做 嗯 我就知道明医生 你识大题 那下个星期开始 一至五 每天早上六点呢 就要去电视台录影了 哇 这么早啊 没办法了 那边一定要这个时间 那我前一天晚上要做功课 就不能出去了 这个节目就做一个月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 明医生你一定行 一早六点就录影 哇 再算上路上交通 你四点多就要起来了 哇 那你以后每天晚上 九点就要上床睡觉了 看来都要了 我去买表餐 不妨碍你们了 好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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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师安 这样吧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全家配合你 提早吃饭 你晚上就可以九点钟睡觉了 哇 这样配合我 小叔叔 我以为你开车 送我去电视台呢 这可不行 这么早起 我又不能晚上九点睡 我还要送阿新呢 对不对 不用 我可以自己坐车去的 不用 师安这么年轻 他熬得了 怎么能让长辈迁就他呢 那倒是 让我们小叔叔少睡几个小时啊 这样可不行 嗨 嗨 明森 明姑娘 你们在这儿正好 宝叔 那希望你们两位研究一下 多不一点钱再请个设计师 你们这个旺季呢 一定要出个新系列 才可以应付得了啊 是啊 景桥虽然撑得住 但是他始终不是铁人吗 喂 乔姐说他师弟来做啊 那我看见景桥他每晚都熬夜 也不好意思 但是有些事不是我能做主的吗 相信我 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 好了好了 总之最近呢就辛苦大家了啊 那 诚意答够这顿我请 保重 徐先生 景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来找我 不要紧 景小姐你的房子肯让我帮你卖 我谢谢你他来不及啊 哎 你在尾图上签个名就行了 好啊 这里 好 好 有客人来看房子呢 我再找你好吗 好好 谢谢你 谢先生 那再见了 拜拜 乔姐 来这里啊 哦 好 乔姐 你想卖房子吗 嗯 我趁现在楼架好 想卖出去套现 嗯 那你卖的房子住哪儿啊 乔姐啊 那你搬来宿舍跟我们一起住吧 神经病 神经病 宿舍都是男人 哪儿方便呢 就是儿子怎么样 就是儿子怎么样 我先从宿舍住住 嗯 我有个熟的经纪 等我问问他 有没有适合你的房子啊 好啊 其实不用了 出去租房子那么贵 不用花那个钱了 也不用搬那么远 搬到我那边住不就行了 先生 请问有没有定位子 没有 等一等啊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么远看图呢 陈先生的办公室在这边嘛 为了方便他 我还有很多图没画呢 一会儿看完快走吧 两位请 马浩文 你脸皮真厚 还敢找我 对不起 李老板 我们之前真的有点误会 不过我这次真的很希望 跟李老板你合作 几个月前 你突然人间蒸发 江湖传闻满天飞 有人说你亏空公款 也有人说你犯了形势潜逃 李老板你也知道 都是江湖传闻 根本就没这回事 好 就算我不信江湖传闻 但是如果你有用的话 农户会不用你吗 你知不知道 你的大名在这行都臭了 你记不记得 上次我出两百万一年 请你过来 离得快珠宝城帮我 你也不稀罕 现在你一年二十万 我都觉得你不值 不过呢 我公司保安部就缺个人 你想想吧 要不要玩得这么绝 我去骂骂他 你这么做帮不上忙 还会让马浩文很难堪 行了 我来吧 很重 到底行不行啊 真的不用帮忙 最后几箱了 你过不过来吃点东西啊 不用了 我明天我还要早起床 我吃个泡面就行了 进去 我侄女儿很少唉声叹气的 我当然担心了 景桥跟浩文已经分开了嘛 她现在已经跟施安在一起了 现在又叫浩文回来住 这种情景 景桥怎么处理啊 既然施安相信景桥 那我们也没有理由再说什么了 让我说呢 她真不应该搬到施安那儿去的 事情都还没定呢 就这样搬过去 弄得好像很复杂似的 都十点了 别收拾了 你快去睡吧 明天一早起床呢 我拿一套被子给你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要开通宵感图呢 你快去睡吧 我在这里行了 好了 别坐太晚了 努力 加油 晚安 晚安 喂 我是黄总 我现在没空接听你电话 有事请留言 我会尽快付你 黄总啊 我是景桥 麻烦你回电话给我 谢谢 喂 小姐您好 我是代表贵立财务公司的 不知道小姐 需不需要借钱呢 如果这么晚还要跟你们借钱 那就真惨了 但是我没这个需要 是不是吵醒你了 不是 我出来喝杯水 画得这么晚 还没画完 还没画完呢 画完早点睡啊 快去睡 好 喂 喂 黄总 这么晚打扰你真不好意思 有件事呢我想请你帮帮忙 来这儿说吧 来 那我再跟你约时间吧 黄总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 谢谢你啊 麻烦你了 拜拜 拜拜 你还挺出力帮浩文的 举手之劳嘛 能不能见得成黄总那份工啊 还要靠他自己 我回去画图了 吵醒世安呢 还回去画图 我自己小心一点啊 喂 你们这样不行啊 一个要熬夜 一个要早起 顾对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有什么办法 这么巧就这段时间 那我想到了个两全的方法 我跟你换房间 我暂时去世安那里 你这住我的房间 好不好 那就没事了 要不要先跟明姑娘商量一下 应该不用了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们说 你跟小叔叔要换房间呢 我怎么会有意见呢 那这套被呢是全新的 给你用 明姑娘你真是未卜先知啊 这是巧合 谢谢 谢谢 姐姐 这么早 早 你今天第一天去电视台露营 我跟你做早餐啊 你怎么也那么早啊 第一天换床睡不好啊 真不好意思 我一个人去露营 打扰这么多人 别这么说 我保证我明天睡八个小时 好 好 好 是你姐姐辛苦一点 要给你做早餐 做早餐 做早餐去啊 早 早 吃早餐了 请坐 看来你被人结糊了 姐姐坐 来 坐坐坐 来来来 来来来 还有炒饼 哇 这么多 吃不吃得了啊 你这么早起来 要多吃一点才能熬到中午 哇 粥很稠啊 没有三五个小时 熬不出这个效果啊 你没睡觉啊 没有 我画图都画到三四点了 那就顺便兮兮迷 也不费功夫 吃吧 来 来 喝抽 哇 饱了 我到点了 我先走了啊 谢谢 拜拜 拜拜 算了 你都搞定人家搬过来了 那就当一人赢一回 打合了 说什么呢 人家连早餐 都做给你弟弟了 这个回合 你说得心服口服了 怎么 咖啡很难喝吗 老实说 这杯咖啡真的冲得 比我自己冲得好 那你就尽管走着瞧 看看你未来弟妹合不合格 很好喝啊 这杯咖啡真不错啊 每个人都有他的小宇宙 只要你能发觉 又会好好利用的话 你就起码有一件事 是比其他人棒的 就像大雄 当他像钻石的时候 他的手 稳得连十号风球也吹不动 例如阿龙 如果你要考他记性的话 他可以给你背出三本字典 那至于我锦桥呢 当我做设计的时候 就合格有余了 但是当我为关心的人 做一份爱心早餐的时候 我就除神上身了 千足金也就是二十四K金 黄金分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而黄金含量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 就是十八K金 而成色就会直接影响价钱 所以买黄金的时候 要看清楚相关的字音呢